現在看到這個圖 剛剛講六月而已 就熱成這個樣子 很像剛剛開始 甚至有學者講說 你任何感到非常炎熱的夏天 都可能是未來最涼快的夏天 是 全球暖化 一年比一年熱 就是好像我們溫水煮青蛙 這個溫度就一直在上升 全球的狀況 溫水煮青蛙 對 不是只有亞洲 非洲 美洲 歐洲 都是熱的 我們剛剛看到 剛剛前面來賓講的 全部都是熱 到處都是熱 然後熱的時候 它的這個空氣裡面的水分 就會含在水蒸氣就會越來越多 當它遇到冷空氣的時候 下來的雨就是暴雨 就是大雨 就是豪雨 所以越熱蒸發的水蒸氣就越多 對 從海裡面的蒸它的水氣越多 然後當它下到陸地上來 陸地如果說是大陸型的地區的話 它的水排不掉 它就會聚集在一個地方 就會淹大水 好 那我們講說 我們只要撐過這一段熱就算了 還是說這個熱的 會熱到什麼程度呢 這個熱會一直在熱下去 一直熱下去 起碼這半個世紀都是會這樣子 只要我們繼續用化石燃料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剛剛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中國的暴雨 剛剛講的 現在的這個所謂的湖南 現在的長沙 剛剛講的一個小時 居然下了54個西湖的一個水量 現在你剛剛講的 因為它現在的封面慢慢往北 之前是廣東廣西 現在廣東廣西之後 就開始往上往北移 那台灣還會這樣子下雨嗎 是的確 台灣前一陣子在6月份 5、6月的時候是沒雨季 那個封面剛好是台灣這邊 然後現在到6月20號之後 它開始北台 北台到大陸這邊 剛開始在這個華南這邊 現在又慢慢往上台 台到你可以看到 台到這個廣西 然後到湖南、江西 甚至於安徽 最近都在下大雨 就是因為梅雨封面 它往北台 梅雨封面它是一個冷暖交替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的降雨 是最劇烈的 所以說 而且它不是 只有像我們台灣市現在 午後雷震雨 它是一天下24小時的 繼續下 繼續下 你說這個封面在的地方 它晚上一直都在 24小時不斷下 對 你說這個就是梅雨封面 對 梅雨封面就是冷暖空氣 因為它在那邊交會 它一直都有不斷的水氣補充它 然後那個冷空氣下來 它就在那邊交會之後 就一直在下 所以它們會淹到這麼大的水量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安徽 我們看到的湖南 我們今天看到的湘西 還沒完 沒完沒了 因為這個東西 通常台灣的梅雨在過去大概都在6月結束 然後7月就開始 就是長江中下游的梅雨開始 對 那這個都是我們後面要看到的 如果看這個天際圖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賈博士他做的一個資料 然後他做了 他從21號做了10天的預報 我們看到這個高壓 在21號到今天的狀況 高壓的狀況開始在吸收 所以你看到這個梅雨封面 就跑到這個上面去了 那台灣就是一個受到高壓影響 所以只有5後的狀況 台灣是高壓影響 高壓影響 可是5後 5後會還是因為有熱對流 因為還是不太穩定 才正在犧牲 可是到了明天開始到週末的狀況 整個高壓開始繼續往犧牲 這個是高壓的形狀 這個是太平洋高壓 那繼續往犧牲 犧牲的結果就是讓這個封面系統 繼續在北台一點 所以會可能延伸到江蘇 安徽在北邊一點點 那台灣這邊的話 的降雨就會比較局限在山區的地方 那就像這個樣子這兩天 還有再近山區 那到了禮拜三之後 禮拜四禮拜五的話 就屬於比較三區之五後的 那範圍就會變小了 你說現在在平地的五後連陣雨就會降低了 就會降低 可是三區的五後連陣雨會增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的 可是氣溫會繼續升高 因為下午沒有下雨條件了 氣溫會越來越高 沒錯 現在已經夠高了還會再高 對你看 像今天那個11點台北南邊 都好像一個烤番薯一樣 那這個溫度大概 我們現在大概都是到了中午 大概差不多到了35度左右 下了一陣大雷陣雨 它就會降溫 就會降到30度 甚至於20幾度 對 可是如果說不下雨了 不下午會雷陣雨了 那到了下午的時候 它還是繼續在增溫 所以說到了晚上可能都是熱的 如果再持續三五天的話 台灣的溫度可能不會 都會超過37度 38度的情形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的最高溫都在台南 不是熱壞了 對 台灣的這個 你知道一年超過30度 現在台灣的大都市統計 第一名是誰 是台南 台南是最高的 然後再來是高雄 台南最熱 台北還是屬第五名 台北大概一年大概有六個月 台南有六個月 現在的夏天越來越長了 等於說原來是三個月 現在變成六個月了 台南有180天或超過30度 那台北的話 目前是140天 你說台南有180天 是一半的時間超過30度 對 英年超過30度 高雄也是差不多170幾天 所以這個都是 未來的氣候變化的狀況 我們看到從端午節之後 整個暑氣都冒出來了 冒出來以後覺得非常的炎熱 過去你要超過32度 都非常稀少 現在動輒是35 36 37 然後我們的體感溫度 都到了42度 這麼熱的天 你就發現到處都有煙火 而且會出現非常多恐怖的爆炸 連台灣喔 台灣今天在苗栗跟台南 都發生了 開著開著車子 居然就燒了起來 更可怕的畫面是什麼 更可怕的畫面是這個 在南韓 南韓一個鋰電池上 居然就這樣突然爆炸了 爆炸 韓國已經有20個人死亡 對 最近來講的話 真的可以感覺到 真的天氣是非常的熱 一般來講根本不敢出門 好 我們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現在來講的話 是經濟道那邊那個鋰亞電池 鋰電池工廠 竟然發生了爆炸 到目前為止 還搞不清楚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因為裡面有大量的 這個電池原料 已經知道20人死亡了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說 為什麼會發生爆炸 大哥這個會怎麼會覺得 那麼虎不是 他說他光二樓 二樓就有3.5萬個鋰電池 3.5萬個鋰電池 其實照道理說的話 安全規定的話 你不應該把它集中在一起 你本來就把它分開了排列 但是有時候你在工廠的這個 生產線上面 你為了加快你的效率 很容易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一起一起 一批一批的出去 但是發生這種事情 如果是因為高溫的話 一個炸起來 後面就像電動車一樣 你想想看 3.5萬個電動車 一起炸是有多可怕 所以有感覺到那個熱 到底有多可怕 我們來看這張圖 整個我要講的 中國的東南半壁 整個東邊都非常的熱 連跟台灣 台灣的西半部 你都非常非常熱 根本就變成火紅一片了 現在來講的話 幾乎整個都是橘色的 大家不管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感受到最近的天氣 真的是熱熱熱連三熱 你根本沒有機會 找到一個涼快的一個地方 所以導播我們看到 在6月15號 6月13號 6月23號 甚至這6月10號在彰化 你在苗栗 你在台南 你在這個所謂的彰化 台灣你什麼時候聽過說 我車子開一開 車子就起火了 對這個畫面 是6月23號在通宵這個地方 竟然就是這樣開一開 然後呢 駕駛說 我先聞到一個味道 可是呢 他覺得奇怪 好像前面也沒人在燒東西啊 怎麼會 有這個味道 原本有時候是路邊有沒有人在燒 車子開始燒起來了 對然後呢 他在仔細看 他在找哪裡在燒東西的時候 結果燒東西了 是他自己的車 車子 他的引擎蓋就冒起火來了 所以他幸好是趕快給跑走 跑走之後呢 後面才有人來救援 另外來講的話 在台南也是一個火燒車的意外 這台車車令也不久 也不會是特別老的車喔 然後呢 就停在路邊 他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他開著開著開著 前面有紅綠燈 他慢慢的要停下來的時候 火就燒起來了 火就燒起來 然後呢 他也不知道 然後旁邊的車 這台是比較名貴的兵士車 離他很遠啊 大家想說 整個紅綠燈 你會燙嗎 整個紅綠燈火就燒起來了 這台車是在等紅綠燈的時候燒起來的 對所以這樣來講的話 不管是在苗栗 不管是在台南 還有在嘉義這個地方的話 交流道的附近也是燒火燒車啊 所以大家就在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天氣真的太熱 熱到受不了一些車輛 如果你沒有好好保養的話 真的一把火就起來了 好那剛剛講的 現在已經感覺到非常熱了 就現在氣上專家都告訴我們說 這個熱才剛剛要開始 而且今天我們讓一個非常 我覺得我非常驚訝的新聞是 日本送我們一個馬來摩 送到台灣來以後 他不是身亡 身亡就查出來 他是跟熱有關 對這個馬來摩呢 是要來台灣交流的 然後呢 他在這個運輸箱裡面 來到台灣之後 我們要打開 結果他竟然死掉了 死掉了之後 大家就覺得完蛋了 那這個事情也太嚴重了吧 那你要回頭去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這個驗室報告出來之後呢 他竟然是有四肢的提部 嚴重外傷 然後呢肌肉蒼白多發出血 皮下出血 氣腫還有嚴重的肺水腫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太熱了 所以他可能在運輸箱裡面 他都沒有好好的照顧好 所以當他的溫度不斷的上升之後呢 你的循環一直啟動 一直啟動 最後你就是死在那個地方 他的體溫核心溫度 居然高達41度 他體溫核心高度 為什麼會高達41度 那就是因為太熱 所以他身體一直有反應 但是沒辦法有效的 把這個熱給排解掉之後呢 所以包括他的這個肺部 然後呢肺水腫都出血 真的是令人看得很難過 好那現在剛剛講的 那只有除了台灣以外 美國更可怕 美國我們剛剛講 他有熱窮頂現象 熱窮頂現象 他們現在有很多負荷災難 他們有狂風 他們現在有暴雨 他們現在有熱浪 全部都來了 你有這個熱窮頂之後呢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叫Heat Dome 你就像是一個高壓一樣 把它給照在一個透明罩子裡面 透明罩子裡面 你就不會有 你就不會下雨 然後呢你就像每天 像烤箱一樣 你就一直烤 然後呢你明天的溫度 會比今天高 後天的溫度會比明天高 一直烤一直烤一直烤 然後到最後呢 所有的複合式災難就會出來了 因為你太熱之後 你會發生什麼狀況 你會各地一起出現野火 你不是一處拉到一處 你會同一時間出現野火 然後出現野火之後呢 你根本也沒有辦法去消滅它 那野火燒下去之後呢 你那個植皮整個都被燒完了 所以難怪我們看到 他之前那個新墨西哥州的那個野火 這麼可怕 所以為什麼新墨西哥州裡面 很多的野馬會跑到城市裡面去 因為它不是一個地方發生野火 它是所有的地方一起發生野火 同時因為它是熱熊頂 然後呢 這個整個燒起來之後呢 沒有地方 大家只好往這個城市裡面去 這些野馬都跑去城市裡面 但還有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你這熱熊頂現在這樣完之後呢 你會燒掉 煙火會燒掉這些植皮 植皮完之後呢 你的土壤也會受到傷害 如果再因為這個熱對流 最後下一個雨之後呢 又變成土石流 所以的話 你這個災難會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沒有辦法結束 剛才講的 現在是一個複合性的災難 因為天氣越熱 熱了以後 你的對流越旺盛 對流旺盛以後 剛剛講 現在隨便來這個熱帶風暴 威力都比以前大很多了 對 沒錯 因為溫度熱 然後海水溫度高 它吸起來的時候 哇 這個暴風會更強 你看到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大西洋這個颶風機的第一個 這個熱帶暴風叫艾貝托 它最近一段時間呢 墨西哥 其實墨西哥之後 你知道 目前為止 溫度這個強度已經減弱 但是墨西哥很差 沒有一個這麼大的 你看 底下大米這個樣子 目前為止來說 已經有四個人死亡 而且墨西哥 大部分的這個水位都暴漲 年代 這是2024年的一個 中南北應該是好的 美洲第一個颶風 對 居然造成這麼大的災難 對 那年代的德州 往北的德州 目前為止來說 沿海地區也都是這個 水淹即溪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你看 墨西哥人相當的這個擔心 說你看這完全淹到什麼程度 滅頂了 整個車子完全都被滅頂的一個狀況 他們當地人就趕快 希望說能夠有這個消防人員 來救他們出來 好 那這北美的墨西哥 我們往這個中南美洲去 智利最近也是一樣 你看墨西哥水淹成一片之後 智利最近也是一樣 氣候異常 其實智利過去一段時間 並沒有那麼多的雨 可是最近又下了非常多的雨 下非常多的雨 導致什麼 山坡的這個土石流 把這個房子往下沖 甚至他們河流都暴漲之後 你看 必須要動用相關的這個救難人員 才能夠出去把他們救到 那除了這個智利之外 巴西也是一樣 巴西最近一段時間 如果你有注意到 最近的這個原物料報價裡面 咖啡啊 這個在大漲 為什麼 因為巴西下大雨 下大雨影響到整個咖啡的這個收盛 而且你看到了 我看到美國ABC的報導 是 他看到有個地方滿目倉疑 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 全部都被移平 是 就是巴西發大雪 對 大雪以後把所有全部都沖垮了 對 沒錯 巴西來說下大雨之後 你看一下 這也是一樣 這是他們的空拍圖 這是他們原本的 他們的這個機場跟體育館 體育館 就沒想到 體育館幾乎完全被滅頂的一個狀況 車輛很多 完全都被蓋住的一個情形 那甚至你看一下 這個 這個畫面是什麼 這個巴西的這個機場 你看他的飛機 好像是在這個水面上面飛的感覺 他就是因為水已經淹到這個狀況 那除了巴西 除了智利 還有這個墨西哥之外 另外一個 最近墨斯科 俄羅斯的墨斯科 他們也覺得莫名其妙 除了他們可能 墨斯科也有巨風 對 可能他們常常都會被整個無人機 洗澡之後 居然最近有暴風 風暴來的時候 怪風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怪風 你看這個墨斯科 怎麼會這個時候有怪風呢 那風很大 那甚至他們還拍到什麼 好像有龍捲風 墨斯科有龍捲風 對 怎麼會有龍捲風 他們完全沒有想過會這樣 這不常在氣候對流非常旺風的地方 那不應該在熱帶跟亞熱帶 是 怎麼可能 墨斯科這個地方是這麼冷的地方 居然有這樣 然後事後來說 哇 真的非常慘 他們也從來沒有遇過這個 所謂的這個龍捲風 另外一個水淹這個靈隱寺 這個好像過去是這個 這個故事裡面 白蛇傳 最近真的是這樣 最近真的水淹到整個靈隱寺 完全都被淹掉的一個狀況 過去這個故事裡面 有了這個清潔就出現了 所以我們要講 在白蛇傳裡面有水淹金山寺 現在水淹靈隱寺 對 沒錯 好 那除了靈隱寺被淹了之外 寶貝 因為最近那段時間 不是廣州這個地方 剛好下大雨嗎 下大雨之後 寶貝 為什麼把他框起來呢 把他打馬賽克 因為下雨過後 這是二樓的房間 冷氣口那個地方 居然掛了一頭豬 也就是說 他這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他們當初淹水 真的淹到那個地方 不然豬怎麼會掛在這個上面 把豬衝上去 對 豬就掛在這個冷氣上面 所以顯然淹水淹到這個地方 你就知道說 當時的這個梅州淹水 到底有多厲害 讓當地人到目前為止來說 都還深陷到這個苦海之中 而且他們講說五分鐘的時候 就淹了二十公分高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第一個時間來說的話 因為上游有很多水庫 也同時在洩洪 再加上下暴雨的這個關係 他們都說 你們都沒有通知我們上面在放水 就導致他們很多人 幸好他們提前就有一些準備防範 不然可能就會完全被淹在水裡面 沒辦法往外逃生的這個狀況 就是 才六月而已 很多人都覺得實在熱的已經受不了 更可怕的是像專家講 現在才剛剛開始 那以後會更來越來越熱嗎 那你把這張通通出來以後 它真的是取紅色一片 紅通通的一片 這個紅還要紅多久 的確 現在才六月 本來台灣的高溫應該是七八九月 這個是比較高溫的 其實六月的話 當然就是進入夏季 對 六月二十一號是夏季 所以說可以看到 這邊的高溫 我們現在溫度到中午的時候 中午之前都會多到三十五度 就是高溫 可是如果我們再往西看的話 整個在北緯三十度 台灣的北邊 北緯三十度這條 畫一條線的話 你看到這邊整個 沙烏地阿拉伯的 這個西邊的麥加 對 東邊的這個伊拉克 科威特這邊 都出現了四十七度到十十九度 甚至有五十一度的高溫 所以難怪這些麥加 現在熱死的人數已經上千人了 對 我們如果看這邊這張圖 是今天 現在我們錄影這個時間 他們剛好是中午的時候 跟我們時差五個小時 這個巴斯特就是在伊朗的南邊 四十九度 然後科威特四十二度 這個是利亞德 四十五度 都是超過四十五度以上的高溫 平均來講 所以整個沙烏地阿拉伯半島 整個都是一個高溫的現象 這個高溫下 麥加是在處於比較西邊的 對 今天稍微低一點 大概四十二度四十三度左右 所以整個高溫 那剛剛出現五十一度那個狀況 所以讓CNN報導說 它那邊熱死非常非常多人 這種是前所未見的這種極端天氣 這個地方都是四十七度五十度 對 所以說那個地方實在是 像我去年到美國去 觀光那邊四十二度 在那個亞利桑那 鳳華城那邊 就讓你覺得 哇 那個晚上沒有辦法呼吸 那空氣都非常非常悶 都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這種狀況 都是我們未來要預認的 全球黨化的這個熱 好 那你剛剛講的 那現在台灣那麼熱 現在那個熱最怕的就是 複合式的災難 因為熱的對流變強 對流變強了以後 我的雨可能會變得非常的嚴重 而且你剛剛講的 那現在整個高壓 就壓在台灣的上空 是 現在高壓開始慢慢犧牲 進入到夏季的狀況 那現在的狀況的話 像前兩天 花蓮的那個隧道火車 隧道那個前面的那個泥水 就是因為前一陣子地震 地震的話 它已經算是一種災難了 然後加上它這個雨 瞬間的即時強降雨 比如說短時強降雨 它會瞬間爆發下來 就跟這幾天的強大 強降的這個對流包一樣 你看今天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花蓮北邊 又是一個對流包 這個每一顆的這個橘色 反紅色邊都是對流包 對流包的話 它就可能產生閃電 產生閃電之後 就可能下大的雷雨下來 那今天的話 這幾天大概到了午後 我們都是台北在這個 在這個新北市這邊 就會產生對流包之後 它就開始往北走 往北走 因為吹的都是南風 然後往北走 所以台北才會下的這種 短時強降雨暴雨 那今天中午我來的時候 我一下車一伸 一身就一堆雨 這鞋子就失了 那這樣子要多久呢 這種狀況會持續 因為高壓的狀況 如果說高壓完全照到台灣上空的話 它的這個降雨 就不會這麼明顯 那因為全面就是下陣氣流 可是現在高壓剛好正在伸展的過程 從西邊 從東邊往西邊伸 所以說它的這個面向 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就是這幾天 今天 明天 後天 是比較明顯的 禮拜三之後 就會稍微緩和一點 對 那有人講說 現在的熱才剛剛要開始 的確 如果這個強降雨 午後雷震雨 稍微緩和之後 那就是高溫了 高溫的話 可能 你說下禮拜三開始 會高溫了 對 高溫就開始了 因為太平洋剛剛整個照到台灣的上空 這個時候 你說禮拜三開始 太平洋高壓就在我們頭上了 對 它完全升到我們這邊 等於說它的這個邊緣 已經推到大陸那邊 華南那邊去了 那我們頭頂上就是高壓 高壓的話 它這種下降氣流 造成不下雨 不下雨的話 溫度就非常高 非常勤朗 也沒有雲層 那這個紫外線指數就很高 所以我們就要非常非常注意 這種熱浪的狀況 可能就會產生所謂的橙色燈號 就是36度 38度 都有可能出現在台北市 那我接下來的七八九月都這樣子嗎 會越來越熱嗎 一定會 除非颱風 會越來越熱 對 除非颱風來 颱風來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降過雨的 這種有午後雷震雨的話 降了雨晚上就不會這麼熱 對 如果說一天都不降雨 兩天都不降雨 高壓都照頂的話 你的溫度就是3638 就剛剛講的像那種窮頂效應 一個鍋蓋照在頭頂上 幾乎沒有上升氣流 它就不會下雨 那這樣的話 就算為這種極端天氣 就算未來AI加入氣象預報的話 也是很難預測 好 那你剛剛講說 現在花蓮不是發生那個土石流 然後造成的這個所謂的自強耗的 這個所謂的損傷嗎 你說現在恐怖症你有地震 地震以後土石鬆動 土石鬆動 你就豪降雨 豪降雨以後開始 又開始有土石流 打不了的 是 這個是一個循環複合式的災難 所以說我們要非常非常注意這種 因為下過雨之後 不是 地震之後 那個土壤是鬆動的 鬆動的話 一下來一個其實強降雨 短是一個短延的強降雨 每秒 你看這個秀林的土地都這麼嚴重 一個小時如果下50以上 那種瞬間 就像我們 我現在發現那種降雨 跟我以前聽的那種降雨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其他人 都在這個機場觀測天氣 非常注意降雨 現在降雨 你會聽到好像是洗車機的聲音 洗車那個噴水啊 這樣嘶嘶嘶嘶嘶嘶嘶 那種聲音一下 他可以把土都沖掉 那你車上的那個土壤 通通沖掉 那你這個大地的這個石頭像 沖刷 對 沖刷掉 所以說你看那個時候 基隆也是一個30就崩下來了 基隆那前一陣子不是在 就是你知道我以前當命的時候 32度是掛紅期 掛紅期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阿民哥水一定要帶 上面一定要給我鹽片 然後你要非常小心 因為不舒服他 趕快到了陰涼的地方 結果現在水面都32度了 现在起码每天都是 现在连今天连早上八点以后 就出现三十一度 九点就是三十一度了 所以到中午可能就是三十五度 如果说午后有一些对流下雨的话 温度它会稍微降一点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高压整个照在台湾上风的话 那就是三十六三十七 甚至于三十八度都有可能 欢迎收看关键的时刻 市长 从端午节之后 大家已经感到这个暑气越来越强了 每天越来越热了 很多人觉得受不了 就没有想到 现在在盛城的卖家 盛城卖家现在的温度 到达了五十一度 五十一度刚好 现在又的是 伊斯兰的朝靖越 有上百万人 到了卖家去朝圣 你看到这么多的人群 这么多的人群 这么拥挤 再加上这么热 就没有想到 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 现在今天刚刚讲 最新的数字 现在到卖家朝靖的人 已经有五百七十七个人死亡了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 人类最大的一个宗教集会的活动 就是伊斯兰的这个教徒 他们会在朝靖越 今年的朝靖越是从六月七号开始到 七月六号结束 他们会来卖家 盛城来造访一次 所以那今年 你说从六月七号到七月六号 那现在还没有到 现在才六月底 还不到六月多 已经有五百七十七个人死亡了 而且这个高温目前为止来说 是五十一度 接下来的话 还有可能会更高温 保健厅你看也知道 这么多人 在五十一度的天气之下 大家几成一团 几成一团的时候 而且他们因为这个非常密集 他们还在这个黑墙前面这样绕一圈的 这个绕好几圈 然后他们还要跑到阿拉伐特山上面去朝圣 你看这都是没有遮阴的地方 没有遮阴 然后他们就这样子 冬天花日在那边走来走去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因为今年预估了 根据阿拉伯的这个 沙特阿拉伯的说法是 大概有一百八十万人到两百万人来到这个地方 你自己除一下 所以我除了刚刚讲在这边绕圈圈之外 还要到阿拉伐特山上去 对 没错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 现在这个地方相对湿度60% 也就是说高温 而且又潮湿 所以那种体感温度 虽然说目前是五十一度 但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 所以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现了五百七十七个人 去朝圣的这个过程中间 可能就不幸身亡的这个悲剧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照片 你刚刚讲的 很多就倒在了地上 很多就在那边昏迷了 而且刚刚讲的在阿拉伐特上举行的这个旗道 你要在白天的户外 待上数个小时 而且今年的这个朝圣的路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过去那时间他们都是穿着白跑 所以过去你在看这个所谓黑墙外面来说 都是穿白跑 今年不太一样 今年他烧地阿拉伯说太热了 所以你可以在朝圣的时候 你可以打开你的伞 这边绕来绕去 所以那今年 他是可以通融了 已经可以开伞了 因为他还说你可以打开伞 为什么因为太热了 如果你没有开伞的话 搞不好你会过世 他们就说 你看 是你这个朝圣的民众 你要撑阳伞 多喝水 然后避免在太阳下面曝晒 可能问题是 他们就必须要在太阳下面曝晒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照片就这样子出来了 真的很多人是必须要撑着伞 可是就算你撑着伞 那个气温还是受不了的 51度的那个高温 然后你看朝圣人潮这么多 你看我们自己试想 如果这个这么多人潮的时候 在51度下 大家人几人 那风根本吹不进来 相对湿度是60% 所以大家真的完全受不了 另外一个就是阿拉法特山 保安这阿拉法特山就是 这个所谓的这个穆罕默德 最后一次宣讲的地方 所以这是圣地 他们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而且你知道 从这个麦加走到阿拉法特山 要20公里 20公里他们要徒步走过去 走过去的时候 待在阿拉法特山要待上一天 一天的时间里面都这样曝晒 就那很多人完全受不了 所以那今年的这个整个 这个朝圣路上面来说 很多人都说 真的太夸张了 为什么 很多人就过世在路边 甚至很多人在走 人家说 其实这个路边 都已经有一些尸体 在那个地方 而且医务人员 都已经来不及处理了一个情形 而且他们其实有一些阴影的作为 也就是旁边的人 有帮你喷碎 有人帮你灌水 可是你看到 就算帮你灌水 你看到 他的表情还是觉得非常疲惫 对 因为就这个衰竭的这个状况 那他们头上有人会在那边浇水 甚至你看 晚上的时候他们还出动这个 他们会有晚上在路边 洒水的这个状况 但是洒水这个状况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 让这个整个降温 对 因为晚上的温度 可能还有三十几度 这个还是没办法降温下来 所以你看 因为这一次的朝圣之路来说的话 有非常多人就因此而上升 而且估计这个情形 恐怕人接下来一段时间 还会持续进行之中 所以事实你说现在 之前讲说这个气候暖化 气候变迁 你会对我们来讲 那不过是一个名词而已 而这个名词 现在已经铺天盖地 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刚刚讲 麦加这个朝圣 去年也非常热 去年造成了两百四十个人死亡 而今年刚刚讲的 这个现代数字 已经到了五百七十七了 那只有麦加 没有 印度也一样 印度也是非常的热 因为现在在印度 也有干嘛 二点五万人中暑 而在印度也有 两百多人死亡了 对 事实上是印度这个北边 这个地方来说 最近一段时间 大概一月末是在四十五到五十度之间 而且是持续了一段时间 所以之前莫迪 他的这个选票 不如预选 很多人就说 因为天气太热了 不会出来投票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对印度影响到底多大 他目前为止 已经有两百多个人死于高温 然后全国大概有两万五千例 一事中暑的这个案例 事实上人家就说 可能数字还不止这个 因为很多乡村来说 根本就没有统计数字 那他们就 目前为止有非常多的画面出来 譬如说你看 因为在动物园里面 狮子跟老虎也太热了 所以他们已经把他洒水了 让他不断的降温了 就听说他们的狮子跟老虎了 后来经过受益的诊断 他们中暑了 这个狮子中暑了 对 中暑了 因为太热了 这个中暑的狮子 对 他就完全 他只能吐舌头 对 他太热太热了 老虎也是中暑的一个状况 甚至他们才发现到什么 你看已经把他洒水降温了 但是还是这样子 因为太热的一个状况 他们宁可都躲到树荫底下 蛇对温度很敏感 现在蛇都完全都泡在水里面 他就泡在水里面 他不出来 那另外包括大象也是一样 他把头都泡进水里面 因为实在太热 所有的动物都受不了 那这还有更夸张的是什么 鸟 在空中飞的鸟 突然之间就掉下来 为什么 他昏头了 这鹦鹉昏了 对 因为太热 太热他就真的昏了 那后来人家就浇水给他喝 喝一喝之后 他就有点恢复生机的这个感觉 甚至热到什么程度呢 印度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铁轨 那铁轨都已经完全歪掉 因为太热太热了 那个铁轨的弯曲是被热弯了 热脏之后就歪掉了这个状况 甚至还有人躺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池塘里面躺八小时 因为他说太热我在这边躺 人家以为你是怎么了 就后来把他拉起来 我没事啊 我是因为太热了这个状况 所以因为太热 很多人家又没有冷气 所以你知道 在印度北边这个地方来说 他们晚上睡在哪里 宝贤 让他们睡来 睡在马路边 睡在马路边 因为马路边来说 比他凉爽 他们睡在这边睡一排 睡一排的这个状况 甚至还发生一件 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状况 在印度的这个 这个科乐脑这附近来说的话 有一个小偷 闯进人家家里面 闯进人家里面 结果他后来在里面睡着了 睡着了 对 因为外面好热 他里面好凉 他就躺在那边休息一下 就休息一下 这个小偷就睡着了 睡着之后 后来就被抓到 所以他事实上 现在整个印度也是热到 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境地 而且我看到印度有一个报道 把我吓一跳说 印度就开那个自来水 它热到什么程度 那个自来水开了 水是烫的 烫了也就算了 它还被烫伤了 对 你又知道说 这个温度 被自来水烫伤 对 温度太高了一个状况 你看这是印度的他们的报纸 他说这是1951年来 最热的这个夏季 然后你看整个印度 你看我们来看这张图 整个印度完全是 这个德里约莫塞这个位置 你看整个印度 北边这个地方 温度都相当相当的热 他们就说 今年的这个温度来说的话 突破40度的这个天数 你看有50% 很多地方都突破了 这个历史的这个温度 甚至他们还被迫了 可能就要有放假的这个状况 而且现在这个情形 恐怕让人家更加担心 保险 但是过去我们看到 这种极端温度 都是纬度比较低的地方 但你看最近的一些极端温度 比如说你看新德里 他们约莫都在 北纬在37度 不是很低的纬度 比如说你看希腊40度 它约莫在这个位置 开罗43度 新德里47度 首尔30度 然后北京有37度 然后加州死亡之骨是50度 我觉得希腊最恐怖是 在希腊最近出现一些 神秘死亡的事件 居然有几个旅客 莫名其妙就失踪了 失踪了以后 你去找到他们 他们居然都是变成 鹿岛 鹿岛了以后死亡 中间还有非常知名的医生 也就是他提倡断食的医生 跑到了希腊去旅游 结果死掉 原因只有一个 希腊突然太热了 希腊从来没有在 五月六月这么热过 他们完全不适应 所以光是旅游的人 就有 等于九天就有很多人 因为这样而死亡了 因为希腊目前为止来说 也是相当的热 他们可能是因为 热浪的关系 热衰竭而死 那埃及也是一样 埃及目前为止来说 也是有40名的 这个难民来说 本来跑到这个埃及来 结果没想到就因此 过世的一个情形 那么各地都是这样 所以人家说 现在六月就这个样子 六月中旬就已经来到了 四五十度的话 今年夏天会不会是人类史上 最炎热的一个夏天呢 恐怕这不是 我们乐见的一个状况 好 宇雪 这两天有大幅的报道 巴西的这个水灾 巴西人家大家觉得 不寻常是 以前巴西不会有 这么大的水灾 而且我们讲到的 巴西被称为是地球之废 它是整个地球里面 森林密布最高的地方 它本来应该是一个 相对稳定的地方 他说现在巴西 根本就乱了套 乱到什么程度 乱到当地的小孩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老大跟你刚才讲的重点 因为巴西以前过去大家讲 我们全球的很多的碳排汗 都要逮到巴西这个地方 来进行所谓的循环 来帮我们的空气 叫地球之废的 当然是地球之废 因为我们讲 以前有热带雨林 有巴西的亚马西叢林 甚至我们讲一个 巴西最有名的就是一个湿地 叫做潘塔纳尔湿地 这个地方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湿地所占的面积 就将近快要台湾的41% 换言之 它是对于全球整个讲 而且它循环非常重要的地方 其实我们没有想到 连我们的废 如果废都起火了 那会怎么样 所以他们最近发生 废起火了 对发生一个大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以前呢 各位我们看到 那个很漂亮的景象 一片的绿草如荫 然后这个湿地的景象 被烧掉了 对结果各位 现在变成这个 有如地狱一般的景象 那本来是巴西雨林 对原本呢 各位你现在看到 它不断的起火 甚至不断的大火 但怪是怪在哪 第一 以前你这边 应该是湿气蓬勃 然后我们讲 植物植被 非常良好的地方 怎么会起火呢 从来没有听过 废会起火的啊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起火就算了 结果一烧呢 烧得非常的遍野 结果没有想到 原本呢 超过80% 我们讲这种 很平坦的 甚至都是河川 密布的地方 结果现在发生了大火 现在根本是被认为 它有人为纵火的可能 也就是从今年 开始 今年一直到6月 竟然已经发生了 733起的火灾 而刚才讲的 2005年的6月 最高纪录是435 已经超过了 那你发现 现在巴西等于是地球之费 现在是巴西雨林 这些地方刚刚讲的 居然不断地出现了火灾 出现了火灾以后 老天爷的惩罚 整个气候真的就变了 对没有错 因为各位 这是一环扣子一环的 本来不应该发生火灾的地方 最高纪录发生400多起 结果发生700多起 紧接而来的受难是谁 当然是他临近的区域 因为他们 烧成这个样子 对 因为他们现在讲 来到这个巴西 我们讲南部的区域 以前这个南部的区域 跟这个我们讲的 我们讲这个湿地一样 它是属于什么 也是很多雨的一个地方 但结果现在出现一个状况 雨比过去 来得多的太多了 因为他们说 过去两个礼拜 所下的雨量 就各位猜猜看多少 竟然是累积 三个月的雨量 所以你知道 他们现在整个 所以这个地方的对流 更强旺了 对 他们现在整个洪水泛滥 到什么程度的 这个叫做南大河州的地方 所以你知道 本来它就是有雨的地方 他们现在下到 因为不断的暴雨 就是不断的水患 以前这个地方没有暴雨吗 对 有下雨 但是不会是这种 两个礼拜下三个月 这种用灌的水量嘛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遭遇过 说这么如此的洪水猛兽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它本来是因为 排水系统是好的 他们现在下到什么地步 连小朋友只要听到 雨声滴滴答答的声音 就会有创伤症候群 因为他们的家也没了 也被冲走了 所有人都在病难中心 听到那个铁皮舞上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各位你看看 这个是什么景象 整个都已经淹到了 屋顶的地方 然后就一只马站在那边 完全想说 我一摸摸摸摸 我到底要该到哪里去 而且不只是这样 甚至很多人 这是干嘛 敲破屋顶 因为洪水来得太快 所以变成说 人还在房子里面 要赶紧从这个里面来 去把人给做人 这是巴西 对 而且他们讲 这巴西我们讲 过去曾经发生过 四次非常严重的洪灾 最可怕的数字还不是这个 而是有三次 竟然都发生在 最近九个月 所以你看 刚刚甚至有一只狗狗 就这样 直接站在屋顶上 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面 巴西历史上 有四次非常严重的洪灾 其中三次 是这一年发生的 对 因为他们在统计一个东西 就是说 的确在工业革命时期 他们有计算过 巴西不是没有这种洪水 而是说有这种洪水几率 非常非常低 不到1% 但他们说 今年度这种洪水 就各位看到的画面 他们说 未来的往年 而且是还在增加 都有1%的机会 一年当中 有1%的机会 各位一年365天 你想想看 所以换言之 他们在讲说什么 很有可能 巴西每年都得遭受到 这样的洪灾跟变化 所以他们专家 就在讲句话说 不对 整个巴西的结构 跟气候 都已经改变了 所以纽约时报 就特别做了一个 专题的报道 华尔街时报 也报道说 巴西气候的形态 已经改变了 对 因为各位 这不是一般的洪水 这是整个 连重要基础设施 完全会摧毁的洪水 那以前有没有发生 有 他们说以前 大概250年一次 那你想想看 如果未来 每年巴西 都得遭受到这样的灾害 那我们讲 地球是非都这样的 更遑论其他的都市 所以现在在欧洲 各地也出现 这个状况 比如说我们 以德国来讲好了 德国上次发生洪水的时候 是在2021年 各位就先看到景象 多脑合 溃散 多脑合 整个完全的抨击掉 所以你看 那个景象多可怕 他等于说 在溃体之后 整个泥沙 整个洪水 完全地冲到 他的村庄里面 你说这个 是现在德国的状况 2021年 结果没有想到 新年又再度发生了 因为2021年 那时候发生 大家想说 这个是我们讲 百年一遇的大水灾 结果没有想到 你知道今年发生什么吗 现在南部 他们已经连续降雨 已经降了非常多天 而且超过一个月了 而且每天所降的 这种雨水量 都很可怕 都非常大 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 大到什么程度 连他们讲 高速公路在开 因为德国最有名 就是高速公路嘛 你看一条 全部都已经积水 还不够 就旁边的我们讲 护栏 直接瞬间崩溃下来 所以各位你知道 什么意思吗 它高地的寒水量 实在太重了 对 动到这个水 直接把它的护栏 把它的河一墙 那不是河 那是条高速公路 对那是高速公路 而且旁边你知道 整个溃体 直接把它压垮了 你就知道 它整个积水 到什么程度 甚至他们讲的 这个巴伐利亚 这种街头 原本大家讲 都看不出来 为什么 它本来是一个 这种平静无反的 这种小村庄 叫小村庄 各位 我请问一下 我知道后面是房子 路在哪里 全部整个村庄 都变成河水淹灭了 所以导致说 德国的宗里 萧之后 都忍不住要去探勘 就要去我们讲勘灾 看到说现场 就是各位你看 罪凤之在那边 一个竞选的广告 一个人物在那边 那个人物好像 就是萧之本人 就是底下 河水经过 全部大水 万万烟龙王庙 然后连萧之已经勘灾四次 都只能在远远的地方看 但不只是德国 就连奥地利 我们讲奥斯特亚 也发生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我们讲 这个奥地利 发生的时候 三红过于凶猛 来 各位 你会不会仔细看 刚才的镜头 转过去那边 我们再放一次就知道 这个车子的时候 从来算的 他们是三台车子 直接就卡在 那个小小巷弄 而且你要仔细注意到一个点 灯海亮着 代表他们是 开车开来办的时候 趁天有人 对 然后开着开着 我就突然间 就全部大家被冲到这边了 代表水的汇流力道之大 把来自四面 把他们的车子 通通往这边挤 所以你仔细看 车上还有水 还有人 他们全部大家 吓到赶快爬到车顶上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不只是车子 汽车抵不住啊 连我们讲的 一般的铁路铁轨 全部都被大水蔓延 你看这只剩下一个铁轨 孤零零的 像孤岛一样在中间 结果两边完全分不出来 哪边是陆地 哪边是河岸 而这个所谓的灶难 已经造成了 德国无奇的死亡 甚至呢 他们都把沿路 整个多少核的 全部的杂道 通通给关闭 航运也停止了 而你就知道 当地球之辈都沦陷 都瘫痪的时候 整个世界各地 全部都会深陷在 水生火热之中 对 提问 现在国际政治里面 刚刚讲 对于气候的灾难 也越来越严重了 这个气候灾难 连习近平今天都受不了了 习近平都讲 我们现在一定要照顾老百姓 然后讲 而且现在 中国南遭北汉的状况 越来越严重了 其实以往来讲的话 国际关系当中 非常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非传统安全 就是气候变迁的这个部分 你看到很多国家 其实以往来讲 会发生战争 通常还是因为粮食 粮食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气候变迁 所以你看到 今天中国习近平 他也在讲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南方在做大水 北方在做旱灾 所以南遭北汉的 这个概念来讲 现在目前来讲 包含在福建 包含在广东等等这些地方 山洪爆发 还有很多这个雨水 来讲的话 下面现在解放军 就在做救灾的动作 所以等于说 广东有个花瓶非常恐怖 不是 他整个山体 就整个崩落下来了 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就是说现在内部 可能因为这个气候变迁 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 瘟疫啊 或者是传染病啊 或者是很多粮食的一些 等等问题来讲的话 习近平 因为他基本上 要面对外面的这个围堵 然后内部来讲的话 他自己本身的经济状况 本来就不好了 不好的情况之下 又加上这个天灾 这个天灾来讲 有人认为说 这个是不是要造反 或怎么样之类 都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们知道说 其实气候变迁 对整个国内政局 以及国际政治的影响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现在出了一本书 在谈明崇祯皇帝 他讲明崇祯皇帝 并不是因为崇祯的无能 也不是因为 能够国家系统的败坏 它是根本就是气候 因为当时碰到 那个小冰壳期 当时根本欠收 因为欠收 所以根本没饭吃 才有这么多的难民跑出来 所以中国历代的 这个朝代来讲的话 到末年都是因为 所谓的气候变迁 而造成粮食问题 粮食问题就官兵民返嘛 因为他要克征税收 然后民众又没有饭吃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习近平 他要顾及到什么 他又不要强调什么 粮食安全吗 其实粮食安全 最重要的根本就是气候变迁 所以我们知道 当然能无法胜天 中国大陆这种变化 这个所谓的人造环境的一个影响 他用人工的方式 来要改变很多的环境 所以习近平终于也吓到 他提到什么 青山绿水 好山好水等等 这个概念来讲 其实就显示出中国内部 的确在面对这气候变迁来讲 也有严重的一个问题 今年九个台风是要来了吗 它叫做爱为你 但现在的西洋庄象署 跟大家讲说 好像不会影响那么大 但怕是什么外围的 强风豪雨带行来怎么办 尤其宁宽哥现在 全球的气候 全球极端气候 可是一团乱 而且强度都比 刚刚谈的台风 还要强好多倍啊 这是一个冰与火的一个世界 星期天大家都觉得在台北 哎呦热到不行各位 34度 大家是大颗颗 但各位你们晓得吗 现在在中国的东北 居然飘起了一个五月雪 而且这个五月雪还不是小雪 我们来看那个画面 照合 中国说这个叫额毛大雪 这个额毛大雪 先跟各位谈 现在可是五月了 我们可以发现 整个片地满满的 都是白色的雪花 不打紧 过去往年 中国的媒体都会说 这个是夏天的雪的一个 所谓的奇景 但今年都不敢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过去中国有一句话在说 说六月雪可是斗而冤 这个是民间有冤情啊 所以现在呢 简单的说 这次的大雪都没有人敢爆 但简单来跟各位谈 不是只有东北大雪 目前在北半球南半球 通通都呈现大雪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到欧洲 欧洲现在呢 居然也有暴雨 而且波澜还在下冰雹 我们来看到整个欧洲这个状况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吓死人了 这个车直接走在路上 对不对 你不知道还以为它在游河呢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一台一台的车 上面呢有水对不对 水上面那个都看不出来 到底是泡泡 还是所谓的冰块 雨下成这样 没有错 目前呢欧洲的洪灾 从西欧沿路蔓延到 荷兰跟整个波澜 而且人雨不断 人雨不断不打紧 因为现在的所谓的 快速的空气的一个对流 雨在天空 下来就变冰雹 变冰雹了 而且冰雹请各位看 一块一块的冰雹 就直接下在那个路上面 很清楚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好 这个是欧洲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最近呢 最惨在哪边呢 在美国的中西部 美国中西部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Iowa 现在的Iowa 几乎成为了 所谓的龙卷蜂窝 照合我跟你说 现在好多州 他们说 这个龙卷蜂要怎么办啊 一天就24个小时 居然一天给我生成48个 半小时来一个 这个不打紧哦 美国的中西部 今年已经出现了 800多个龙卷蜂 一个一个来 然后龙卷蜂来了 一个比一个还大 大到多大了 我们看这个工厂哦 这个工厂15秒后 会整个吹走 来了来了来了 整个工厂哦 啪的一下 全部就吹走了 还好老板在当下是说 哎呀 这个台风 这个龙卷蜂来 真的是太大了 他们把70几个员工 全部移开 没有人受伤 但是大家看到这个产相 我问各位哦 工厂今天这样吹走了 人怎么办 车子怎么办 房屋怎么办 所以现在 没有办法躲啊 躲不掉 你只能在地下挖洞 你只能在地下挖洞 所以呢 我们去看哦 爱河瓦这个 小小的一个龙卷蜂 五死三十五伤 真的是非常严重 我们再看一下巴西哦 巴西最近呢 真的也是很倒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间点 我们北半球 现在是在整个 所谓的夏天左右 对不对 现在巴西南半球 是在秋天左右 那个雨大道 桥都被冲断 天哪 请注意看哦 那个桥 它是从中间折断的 它一开始 那就是雨 因为先说 因为水来很大嘛 对 它整个整个 支座撑不住哦 啪一下先摊下去 最代表中间的 先断对不对 断完之后呢 旁边啪一下 全部冲走了 就全部冲走了 而且现在呢 现在很麻烦 为什么呢 现在单单失踪的人数呢 有上百人 150人死亡 而且现在雨呢 还在下 短短的一个月 下了630mm的雨 这个在过去巴西 是没有看过的 好 我们再看到 整个所谓的巴基斯坦哦 巴基斯坦最新是热啊 热 这个热 热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 热到居然高达46度 整个印度呢 飙到47.8度 这个温度热到什么地步呢 人撑不住 那人撑不住呢 第一个 反正有需要 就赶快出去 对不对 所有的小朋友 不准去上学了 怕你中暑 真的是怕你中暑哦 因为真的是热 热到不行哦 所有的学校通通要停课 好 我们看到的是在南亚的状况 对不对 镜头来看一下 看到整个墨西哥 这个也是热 但这些呢 更可怜 小朋友说怕中暑 就不去上课 对不对 这些猴叫猴猴哦 这个猴猴 本来在树上活得好好的 可是这是真的热到太夸张了哦 他们有些人就热到后面 照合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就中暑 头晕晕的 一下掉下来 就跟苹果一样 然后掉下来之后呢 马上第一个中暑脱水嘛 赶快要援救哦 来不及 来不及 就让那个体温拉到有多高 几分钟之内就快速的就死亡了哦 但最近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发生在哪边吗 发生在泰国 我们简单跟各位说明一下 一台新加坡航空波音777的飞机 很新哦 从伦敦飞 要飞到新加坡 飞到整个缅甸的时候 遇到晴空乱流 晴空乱流叫做 Clear Air Turbulence 什么意思呢 前方是无风无雨倒大树 根本是万里无云 突然间 啪了一下 我跟你说多夸张 三分钟的时间 飞机往下掉 掉了1828公尺 那个时候本来空姐 还很优雅的 推着整个餐车哦 突然间上摔 下摔 摔到不行 整个空姐满眼都是雪 这是第一个状况 第二个 请注意看哦 这个画面 吓死人了 这个是行李箱 行李箱居然被乘客撞倒了 他们是用头 是用肩膀 是用身体去撞哦 撞到整个行李箱 撞到整个椅子 东倒西歪 所以我们说这是有史以来 这是第一次 为什么呢 第一个 这是有一位73岁的老先生 下到心脏病发 直接回天家去哦 但我们说坐飞机耶 而且是新型的飞机哦 坐到十几个人 现在还住在家户病房里面 这次呢 三分钟 急降1828公尺 一死71伤 目前有22个乘客 脊椎受伤 各位就知道 这次发生的意外 有多严重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这么多的极端气候 有下雪 有暴雨 有龙选风 在这次看到这一次的 新加坡航空的这个意外 天啊 这都跟所谓 我们刚刚谈到极端气候 都有关联 没有错 所以现在呢 很多人就说 现在搭飞机怎么自保呢 很简单啊 搭飞机自保的情况就是 因为现在地球暖化嘛 风力增强 对流就增加 很简单 你上飞机就是把安全带绑好 没有必要不要乱走哦 但这次我们来跟各位说 这种所谓的晴空乱流 很容易发生在哪边呢 很容易发生在大陆东侧 像什么印度东岸啊 整个东亚的日韩啊 美东等等的 但这种呢 先跟各位说 看不到 真的看不到 天气是一片晴朗 结果你进去 遇到那种所谓的交叉风 所以简单跟各位谈 现在好多人都在说 那未来坐飞机会不会变贵 答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附加险会增加 很多时候要绕路 真的遇到前面天气不好 就要绕路对不对 现在呢 单单这些所谓的天气一变 所有的航空公司 一年要多花五亿美金 来自长哥 我们刚刚提到了 刚才在讲 我们的职业的飞观 可能会背这个民航机 因为高薪挖去 现在这样地球暖化情况之下 这么乱了这么多 现在民航机的驾驶 也人人自为 你以前飞跟现在飞 这个天气状况差太多了吧 其实应该这样讲 飞机是这样 飞机有高度跟速度情况下 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但是呢 如果突然间的状况 那就不安全了 我们知道现在全球暖化 造成很多这个极端的这个气候 是没有办法预期的 晴空乱流是什么概念呢 我刚刚这个 这个米宽兄讲得很好 我举一个例子 当一个蚊子 一只蚊子 在你面前这样 飞的时候对不对 你突然间 心情不美丽的时候 大力吹它一下 它就这样跑 这个就是晴空乱流的定义 所以当然 在飞机上 要有一个素养 除非你去上厕所 或者真的脚抽筋 出来上来动一动 基本上你要把安全带系好 不要系很紧 但是至少要系一个相当的程度 确保你的安全 为什么 因为像这次新加坡航空的世界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 没有办法预期的晴空乱流 在瞬间两三分钟之内 下降急剧下坠六千英尺 这是非常高 而且非常陡的一个下降率 所有东西都浮起来 你没想到 餐车那么重 上百公斤 浮起来在下来的时候 你把他下面 我告诉你 你腿就断了 我跟你讲 就麻烦大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状况 就像龙卷风一样 是没有办法预期的 飞机员不能告诉你说 哪边有这个晴空乱点 或者是怎么样 飞机员只能看到 我们雷达来回波 如果是红的一块 雷达反射 是非常多的这个雷雨 包括情况下 当然我们就申请绕道 往上往下走 尽量避免进入 有时候进入 你看到白天是没什么事情 像那个峻谷一样 今天闪电打雷 暴雨都有 尤其现在极端气候 一直发震情况之下 你怎么知道 这个地方又有什么样的雷击 冰雹都会来 所以基本上飞机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是这个瞬间的 这个急剧的这个变化 会造成人员非常大的损伤 这次新航就是一个 很惨痛的教训 赞翔哥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 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你说 其实飞机当机时 起飞跟降落都是一个timing 是最关键的地方 你起飞没有起 你就直接可能会丧命 甚至带着大家 可能去撞山之类的 但现在你说你飞了这么多 你听了这么多 有些机场是飞下去 不然是降落或起飞 超级危险的 全世界其实有几个机场 是蛮吊诡的 因为比方说尼泊尔的机场 它是因为在三地的 三波地的这个地形 没有办法 所以它还有一个 尼泊尔的机场 波卡拉机场 它只有500多公尺 各位知道500多公尺的概念 长度不到一公里 它基本上只有双螺旋桨 还有相当重量以下的飞机 才可以落地 为什么呢 飞机起飞是一回事 我跟你讲 起飞不是重点 当你起飞 你万一你出了状况 没办法顺利升空的时候 你这时候放弃起飞的距离 就是完蛋的事情 就要撞上了 因为飞机在有速度情况下 不是刹车有ABS 它还是有相对的距离 来缓冲来这个刹停 当飞机在这个状况的时候 如果没办法 它放弃起飞 所以每一年这个尼泊尔机场 就有至少一件 就直接冲到断崖下面去了 就人机全毁 这是非常恐怖的 这个是飞机跑道长度 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另外我们知道 在加勒比还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度假的海滩 而且那个机场叫做 朱利安娜公主的机场 这个在网络上常常见到 很多比基尼的女郎 在那边看然后自拍网红 看到飞机在起飞降落 就有人了 靠太近了 飞机比方说77巨5吧 四架四个发动机 它后推的这个磅数 是多少万磅啊 不要开玩笑 那个比台风还大 所以就有人了 不怕死就怎么样 在后面了 结果它被吹翻之后 整个打脑震荡就挂掉了 所以它这个是有杀气的 对所以看画面上 那个这个力量 不是你想象的 那个推力 飞机起飞全马力开的推力是多大 另外还有飞机在降落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飞行人都百分之百了 比如说降低一点 你以为时空词高 很了不起 外台稍微降低一点 它那个后面的气流 把你吹整个人羊马翻 撞到东西 一样是会挂 所以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这个机场 也是暗藏玄机 另外也有很多怪事 在直布罗托有个机场 居然是因为它那个环境的关系 所以它在起飞的时候 当跑道对不对 没有起飞的时候 它设了红绿灯 是当什么 当车道使用 可以这样 所以没办法 它没办法 这个只好这样用了 所以有时候偶尔外 你的这个管制的标示不清楚 或者是有一些闪失的时候 哇完蛋了 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 就会造成这个 人机缺毁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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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造成这个